你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下 像北大遭受到这么一种指责 他的这个反应 你看马先生不大看好 对 你不可能通过法律 变出这个事的正确理所 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能够通过法律 那就像刚才文桃讲了 有人来踢你茶馆了 你怎么办 那就出来 有点踢馆的 踢馆的意思特别好 那我绝对知道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常态精英的茶馆 所有来踢馆的人 就是兵来降挡 水来吐吞 你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一定不能过激 你不能因为你跟他拼命 把你自个儿给砸了 有时候他来踢你的厂子 是你自己给砸了 我捡你给砸 所以我觉得 他在其实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 就是这个周恒甫呢 认怂了 就是说 我说话说冒了 我是平时夸张的 我什么 那北大马上就一个高姿态 说既然周老师 已经认错了 那我们就 就怎么了 结果他第二步呢 咣当他没有收回来 他去诉了 这一诉 周马上说 第一我不怕打官司 第二我有证据 你有一个证据 你后面又不利了